天外金球 為斯里科幻故事 天外金球 第一回 李安球監製 梁繼章編導 魏康元柱 臨譜編劇 鄧蔚翠錄音 並且由李鶴斌 車心梅 陳炳球 溫泉 莫家驅 曾永強 歐永漢 葉細雄等聯合過演 天外金球第一回 現在開始 通常都是講述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事 但這次天外金球的故事 應該分為前後兩部份 前部份是白素在歐洲到亞洲的冒險經歷 而白素以為整件事完畢之後 回來 就讓我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破綻 將白素得到的結論完全推翻 結果 我和白素再深入那個 充滿神秘氣氛的地方 才得到整件事的結果 所以故事的上半部 我為斯里 只可以用複術的方式 介紹白素歷險的經過 當時白素是和他父親 白老大去巴黎 在這裡我要補充一句 那時候我和白素 只是定了婚而未結婚 直至天外金球完結之後才結婚 說回巴黎 在巴黎那晚有雨 巴黎的夜景的確很迷人 再加上夜雨自然更加迷人 可惜當時我有事 不可以陪白素一起去巴黎 而白老大到了巴黎 又被他幾個舊朋友拖了去研究 縮短新洋的酒變塵的方法 他們的計劃很絕 即是把讓好一個月的新酒 變成好像儲藏了一百五十年 這麼久的陳年佳洋一樣 如果計劃成功 他們一定發達 所以白老大哪有心機理白素 白素也不想再留在巴黎 在酒店準備執拾行李去機場 甚麼事 請問是否白小姐 是 請接受我們的敬禮 幹甚麼 幹甚麼掛這條藍斷彈在我身上 白小姐, 這些是我們的禮法 你們都是亞洲人? 是 兩位是不是有事要找我? 是 請進來 好 請坐 好…謝謝… 兩位 我不喜歡人家說話轉彎抹角 有甚麼事最好盡快說出來 因為我要趕搭夜班機 是 是, 白小姐 我們請你看看這張地圖 地圖? 是, 我們拿出來給你看 這是甚麼盒? 雙門寶石這麼名貴 幹甚麼? 是裝地圖的 慢著… 如果你們有甚麼事要求我 最好就直接說 或許我會答應你們 好 但是如果你們以為可以收買我 那就麻煩你馬上離開這裡 白小姐, 請你原諒我們這麼魯莽 我們一群人都是走爛出來的 低估了白小姐的人格, 很抱歉 走爛? 是 甚麼意思? 是 相信白小姐也知道 我們走爛是轟動世界的大新聞 我們是歷盡艱苦才能走出來的 原來你們就是… 對不起, 我還以為你們有甚麼企圖 白小姐, 我們本來是找令尊幫忙的 令尊曾經在我們的地方做過我們的貴賓 是, 已經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家父常常提起 說你們的地方是世界上靈學研究的中心 也是世界上唯一以精神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神秘地區 我和家興都被家父說得很向往 白小姐如果看到現在我們的地方 所遭受的摧殘 一定不會向往 是呀, 白小姐, 如果可以忍受的 我們怎麼會離鄉別井走出來 寄人離下 沒錯, 可惜令尊 他說沒時間, 又年紀老, 不能幫我們 令尊叫我們來找白小姐 他說白小姐的身手本領 還在她老人家癡上 所以我們才冒昧來求白小姐 那…你們究竟想要我做甚麼 白小姐, 你知道了 我們這次走爛 在生死存亡非走不可的時候 所以很闖絕 又有一件很重要的物件 是來不及帶出來的 沒錯, 所以我們想請白小姐 你代我們去拿那件物件出來 那這張羊皮… 是地圖, 不知道白小姐看不看得懂 兩位是不是因為流落異鄉等錢用 白小姐, 我想你弄錯了 你以為我們向你借錢嗎 不是嗎 白小姐, 這裡有四顆鑽石 是我們送給白小姐來的 甚麼, 送給我 是 我不會你們的 照看這四顆鑽石價值不非 是呀, 在我們這次可以帶出來的 是最好的這四顆鑽石 你們可以帶出來的 是 你們究竟是甚麼人 到底要我做甚麼 白小姐, 地圖上的文字你懂了吧 白小姐, 請你接受了禮物 我們才詳細跟你說 甚麼意思 我們都說過 壞請白小姐代我們去拿那件物件出來 我哪有這麼神通廣大 我根本不知道那地方的情形 白小姐, 希望你勉為其難 對不起, 我實在無能為力 你們也知道那裡有多少個武裝部隊 就算帶著原子彈進去也沒用 兩位請回, 我要趕去機場 那…那…騷擾了… 白素當然知道這兩位亞洲人是來自哪兒 但是對方的要求太過容易上天開了 莫說只有白素一個人 就算有一隊軍隊也很難幫到他們 但是白素在拒絕幫對方之後 內心又覺得很難過 是那兩個亞洲人走了不夠一分鐘 白素馬上追出去 希望再了解一下整件事 誰知道出到酒店門口 就看到另外有兩個人 用槍挾持著那兩位亞洲人上了車 想說開車走了 你們幹甚麼?別走 別走 別走 讓你們來走, 走 你們…你們中了槍? 白小姐, 白小姐… 白小姐… 他們為甚麼要殺你們 他們想搶地圖 那塊羊皮? 他們搶走了嗎 他們…等不到 好…所有…所有的東西 都…還留在這間房間裡 白小姐, 你…你要幫我們 好… 謝謝 白小姐, 白小姐 你… 你… 喂,喂,喂 白素馬上回到酒店的房間 果然發現那個寶石金盒和那四顆鑽石 而且還有一封信 他知道這次已經捲入了這件 還未清楚的事件漩渦之中 白素用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 趕去機場, 希望盡快離開巴黎 去到機場, 由於還沒到時候上機 白素打了個電話給他父親白老大 但是白老大完全不理會他 還叫白素不要騷擾他的研究 就在這個時候, 白素已經發現有人跟蹤他 想不到行動這麼快速, 仍然被人監視 他想起有封信 拆開來看看, 原來只是白素的行動 第一, 叫白素馬上去加爾各答 金地盧十九號和中站博士聯絡 第二, 叫白素小心, 說佛會保佑他 第三, 說那四顆鑽石 由阿姆斯特丹學家估計過 值八十萬英鎊 如果要賣, 可以跟阿姆斯特丹的 神光珠寶店接合 白素看完封信之後, 就馬上撕爛他 還用火燒了 然後就上機, 想著下一站 就乘飛機去加爾各答 誰知道飛機起飛之後 白小姐, 我是周博士 我們談談好嗎 你也不想我們對你不利 你… 我叫周博士 好, 你想談甚麼 為了你自己的安全著想 最好把你得到的東西交出來 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白小姐, 這樣對你是沒好處的 在飛機上, 你這樣對我怎麼樣 飛機遲早都要停在浪馬 那又怎麼樣 這層我就不知道怎麼樣 不過我只是受人委託跟你這樣說 你只是受人委託 對, 如果願意把你得到的東西交給我 那你就一點事都沒有 而你甚至不知道 要問我拿的是甚麼, 是不是 你說錯了, 不是 我知道是放在寶盒上的一張地圖 根據這張地圖, 就可以找到一樣東西 是甚麼 是甚麼 是甚麼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 我要去洗手間 隨便 那位自稱周博士的人 在飛機上並沒有為難白掃 白掃進洗手間當然有原因 他知道對方所要的並不是那四顆鑽石 而是一幅地圖 所以他一進去洗手間 就把那幅地圖捲到很小 收入頭髮的髮計圖 然後等飛機降落羅馬 他就想說一馬當線下機 但是他發覺到前後都有人包圍著他 為了脫身, 白掃靈機一觸 忽然將機場上運行李的車搶走 自然白掃就被當場的警察帶去警察 在這個時候, 對白掃來講 最安全的地方 自然就是有警察的地方 白掃進了警局, 不是想坐牢 而是要見米蘇局長 還說是我衛斯里的未婚妻 當然, 我衛斯里不是甚麼重要人物 但是我曾經令到橫行歐洲的黑手黨 精銳盡失 算是幫過意大利警方 所以警察總監 曾經下過一項特別命令 就算我衛斯里 以後在意大利境內犯法 都會受到特別處理 所以白掃表露了身份之後 當然得到很大方便 兩個小時之後 白掃就化妝成為一個女警 上了巡邏車 但是白掃不是去機場 而是直去拿不勒斯上船 再回去法國馬賽登陸 回法國 白掃是跟對方抓迷藏 對方怎會猜到 白掃走回去原來巴黎那裡 白掃, 都叫了你不要來煩我了 你知不知道 如果讓走的秘方研究成功之後 每一秒鐘我賺多少錢 爸爸, 你跟我說地圖上這項 寫的是甚麼字 甚麼這麼多交叉線 又紅又藍的就是地圖 寫著甚麼字 我知道你認識的 神功第七層簡圖 那圖的確是簡單一點的 還有這裡呢 哪兒 右上角這裡 紅色的四方框有一點金色 旁邊這個細字寫甚麼 我都不知道多久沒有接觸這種文字 還好說 你不幫人家, 還叫人家來找我 搞得我滿天神佛 到現在我還不至於找我 我明白了…這行細字就是神賜的金球 天賜級的最高權力的象徵 藏在這裏 那是甚麼呢 那人家叫你做甚麼呢 叫我進去那個地方找些東西 就是神賜的天賜的最高權力的象徵的金球 我這樣就怕是吧 爸爸, 你真好介紹 甚麼 你知不知道, 我沒去就已經被人包圍了 進去那些神秘的地方 別說拿東西了 就算能不能生存也成問題 還有, 你進去之前 最好就是研究清楚那幅地圖的路線 這麼多古古怪怪的符號, 怎麼研究 那你自己打算吧 那你完全不管了 我, 我要趕回去研究 怎麼把酒盡快變醇 白嫂, 我要把我研究成功的酒 在你和惠斯利結婚的時候 用來招呼人客 白嫂, 你們是全世界第一隊 採用這種歷史性靚酒的新人 爸爸, 你有沒有想過 我沒有可能進入神宮 那你是不是親口答應過幫人家 當時的酒快死了 我就口快答應了 那你自己決定了 我決定了, 去嘉義郭達 交一張地圖和鑽石給他們 好…你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記得不要再騷擾我 爸爸 白嫂真是坐言起行 他化妝了, 不帶行李 利用兩個假的小腿套 把地圖和四顆鑽石綁在腳瓜 從巴黎飛去羅馬 然後停在土耳其的安卡拉 最後就飛去印度的嘉義郭達 由於飛機要在安卡拉 停留一個半小時 白嫂唯有在後機室等候再上機 忽然間, 他又看到有兩個亞洲人 很匆忙地走過來 請問這位小姐 是不是我們的舊星? 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小姐貴姓呢? 我姓李 我們都知道 小姐你不像我們要找的人 是我們誤會了, 對不起 請你多多原諒 走吧 那怎麼辦? 我們找的人是姓白的, 不是姓李的 等等 對不起 我是姓白的 不如我化妝, 改了名字 你們是不是有甚麼事要通知我? 你… 有甚麼事快點說, 我到時候上機了 如果你是白小姐 那你千萬不要坐這班飛機 去自投羅網 記住, 千萬不要自投羅網 走吧 我真是白小姐 我有話要問你們 那上車再說 很對不起, 白小姐 你雖然化妝很巧妙地躲了一陣子 但他們暗中對你的一舉一動 仍然是很留意的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 我們現在送你去一個秘密的地方 但我要坐這班飛機 去到那裡, 白小姐就會知道 我們不讓你去印度的原因 那是甚麼原因? 我們現在要盡快離開, 開車吧 是 也可以 白小姐, 這間公nt就是 白小姐, 請進our 是, 這邊的這間房 進來吧 原來是白小姐, 好嘛… 周博士? 白小姐, 我有槍的, 進去吧 白小姐, 我們在飛機上見過面吧 白小姐, 真的很對不起 用這種方法請你來 我再自我介紹一次 我姓周, 叫周盈 不用博士銜頭了嗎 我認為白小姐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人 應該知道, 自己現在的處境 是沒有反抗的餘地 如果你仍然不跟我們合作的話 我真是看錯人了 你非常不聰明 白小姐, 我們可以說說具體的問題 只要你把那件事交出來就行了 交甚麼? 那四顆鑽石, 是一等一的精品 本來上級都命令要拿回來 不過現在我們可以放棄 你們也挺肯讓步的 沒辦法了 不讓步也不行 對了, 白小姐 我想你得到那四顆鑽石 都應該心門疑足了 周先生 你可以得到那四顆鑽石 我不在乎 你們這裡有多少人 我相信也不夠十個 如果肯脫離你們的集團 那麼你們每個人在自由世界 就會成為一個小富翁 我相信你會不會放棄 白小姐, 你錯了 我們怎麼會受物質引誘而叛變 你們不會叛變 那為什麼要用那四顆鑽石來引誘我 難道我就會改變自己的信念嗎 別動了 為斯里科幻故事 天外金球 第一回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二月 三公子 二月 二月 二、二、二、三、二、三好 感谢观看